罢韩四君子推着一箱箱的联署书 一早来到中选会递交三万份的联署书 罢韩行动正式跨出第一步 韩国瑜任由市政荒废停摆 政见变成谎言 高雄城市发展正受到不可回复之损害 因此唯有罢免韩国瑜 让他提早结束任期 才是挽救高雄市政唯一的机会 现在还是刚开始还没成案 所以我想我也不方便做什么评论 完全由中选会 还有我们高雄市的选举委员会来处理 高雄市府不多做回应 但罢韩团体强调罢免韩国瑜才能拯救高雄 更提出五大罢韩理由 抛红韩国瑜违背了责任政治和诚信原则 市民满意度倒数第二等等 而虽然联署跨过了第一阶段门槛 但是罢韩要成功 最大阻碍也是来自高雄 不管是主任委员 总干事这些都是由韩国瑜来指派 所以韩国瑜指派的选委会 未来会成为罢免的执行单位 这是非常可笑的 我们呼吁政务官 要全速退出高雄市选委会 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那现在执政长在办这个 总选会的这个主委是李靖勇 你们相信吗 你们信任他吗 尤信韩国瑜会主导高雄市选委会 反倒让罢免案更难过关 但叶框时也反击 难道中选会不是绿云在把持吗 再加上现行法律规范的罢免门槛 本就不小 就以高雄去年约228万名选民为例 第一阶段的罢免提议 要有1%的选民联署 目前已经有3万人联署 而且要在就任满一年后才可提出 而第二阶段的罢免联署 要有10%的选民联署 约23万人的门槛 目前已经有30万人联署 但必须按照中选会的格式 所以势必要召回先行联署的人重新参与 还必须在60天内完成 而最后才是第三阶段的罢免投票 门槛也更加严苛 同意罢免票数必须超过25%的选民 大概约要有60万人 再加上同意罢免票 要多于不同意罢免票 两条件同时成立才算罢免成功 若其中一项未达成 罢免就会失败 而在韩国瑜任内也不能再提罢免 虽然罢免门槛很高 但罢免团体依然充满信心 再加上联署期间 正值总统大选前的关键时期 只要激起反韩气势 先冲击韩国瑜的选情 大选后再提罢免韩国瑜 就能完成双杀韩国瑜的完美计划 光顾高雄 保卫台湾 环宇新闻林志鹏 林薇凯 徐国豪 台北高雄报道